欢迎齐塞克迪总统先生 来话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这是我在峰会期间举行的首场双面会见 去年5月我们共同将双面关系 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纲各领域无视合作突飞猛进 造福于双方 具有战略意义 成为发展中国家携手推进现代化的样板 在这次峰会上 我们将一起确定中非关系新定位 宣布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 一系列重大决策 共同破坏中非关系发展新闻图 政府和公共共产党的领域 完全合适和我的领域 和共产党的领域 我希望重新达 勇严重的勇严重 和共产党的领域 对一单的中国的政策 一单的中国 和共产党的共产党的